徒弟 上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徒弟 杨磊 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我跟你说 全中国的所有主持人 都没有表演过的节目 掌声热烈 马上开始 哎哟 这师傅好厉害呀 这个节目的名字叫 接碗 我告诉你 就你这节目 根本不用你配合 后边放个狗熊 都可以接着 这么简单的 你还是师傅啊 我是发现这种人 没文化太可怕 这叫热身知道吗 节目都有序曲 活动活动筋骨 咱们要演呢 就要演让观众 看完了之后 叹为观止的 就是太绝了 大家都得跳大摩哥才行 好吗 好 要不然就别演 我们就不会演那种 不叹为观止的节目 比如说接碗啊 好 来吧 这不就是桌子上晃板吗 哎哟 那能是一般的晃管吗 我让你看看我的徒弟 人家就在这个晃管上 直接上第二层 直接在上面 大家看啊 准备要上去了 怎么上 怎么上呢 掌声 好 精险棒 但是就是教杀 两层不把了 还要增加喔 对 关键难就难在 他可以站在第二层 然后脚不落地 直接站到第三层 班人是不可能再上个 上个长板子 大家知道这难度在哪了 因为它是短木板下边 上面有长木板 这个平衡特别不好讲 你还别说我觉得是 这个是有点难度了 来 掌声在哪里 好 我徒弟把这个碗 直接落到他的脑门上 这个碗里 你们信吗 这个的确有难度 哎呀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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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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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